美国中院议长裴洛西的夫婿保罗·裴洛西上礼拜在旧金山住所遭攻击案调查有重大进展 42岁的嫌犯德帕佩认了目标原本是裴洛西 他犯案时还带着交代审索并自称想对裴洛西做这件事 表示想看着裴洛西坐轮椅并借此警告其他的众议员 幸好嫌犯闯入后裴洛西的丈夫趁机到浴室报警 警方火速在两分钟到场目睹两人激烈争夺一把锤子 密谋绑架裴洛西的嫌犯早有攻击和窃盗前科也在网上发表过各式阴谋论 案发后一度传出他认识裴洛西的丈夫但遭到警方否认 这名嫌犯目前面临袭击联邦官员直系亲属 以及企图绑架联邦官员两大罪行指控 若两项罪名通通成立 他最高可面临50年监禁 TV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